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严老师 就是莫迪他去做客法国的国庆 结果立刻送上一个军购大礼 当然现在有人分析是 面对中国大陆在印太地区的 这个影响力 法印两国之间积极深化合作 想要来抗衡北京吗 我觉得莫迪真的是蛮奇怪 你印度原来是俄罗斯的体系 你现在又搞美国的 你在搞法国的 我觉得你这个军事到底怎么整合 我搞不清楚 他大概就是有一点点觉得说 我今天是大国 我要展示 我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就跟大陆一样 就是当你这个国家大的时候 你购买力强的时候 大家好像都要重视你一下 可是你这个要以国家整体的方向 做一个考量 而且说老实话 莫迪也是蛮狡猾的 他今天在美国 在中国 在俄罗斯之间这样 游走来游走去 我觉得到最后就是 大家都知道你不可以信任 因为你永远不会commit 就是承诺哪一方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印度以后要面临的问题 但是在印度 人口超越中国 但是你的经济整体的发展 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不要对他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因为印度的这个发展是比较不平均 虽然大陆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至少他们已经朝这个方向改进了很多 但印度我觉得在这个贫富的差距之上 特别是你说今天我们讲制造业要到印度 他有大陆这样的一些劳工吗 技术工人吗 他的可能他的这个管理阶层 有些在美国我们知道非常解出的 他有很多的电脑的这个软体的这些工程师 非常的多 但是实际生产制造业 我觉得印度还有落差还有一大阶 可能连越南都比不过 所以你今天要 就是光靠一个人口跟市场 就觉得说大家都要重视你 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了 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亮哥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失去 对美国最大出口国的宝座了 现在已经一举被墨西哥来超越了 我想问一下 包含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 都已经超越他们了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改变 有人说这就是美中脱钩持续发酵 这个原因有两个 我觉得这个还不能是最终 因为如果依前五个月来算 那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只有1600亿 那美国出口到中国是652亿 那这样顺差只有1000亿 那这样全年下来搞不好 只有2500亿顺差 那比去年3600亿少1000亿 那这个一定是结构发生的 重大改变 我实际去了解了一下 中国大陆的出口是全面下降 不是只针对美国下降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订单减少 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那当然就造成它的 有一些民营企业 它的融资扩大生产的速度比预期要慢 就是复苏力道不强 那另外还有一点 有人去做统计 就是2016到2020 中国大陆到墨西哥投资了1000多亿美元 然后墨西哥到美国是增加了3800亿美元 所以很多人就说 事实上是中国的企业 为了要享有那个美加墨 自由贸易协定 要省关税 就直接到墨西哥去布局了 所以这里面 我相信墨西哥 应该是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投资 也包括韩国 也包括台湾 日本 大家都想要利用那个低关税的协定 所以墨西哥突然变成第一 突然变成第一 可是这里面很多企业还是亚洲企业 可是这个 你说这个叫不叫脱钩呢 我觉得台湾也去了 美国并没有对台湾打抱一战 应该是说墨西哥独享这个关税的优势 所以吸引到 而且运输又便宜 就在美国隔壁嘛 所以就吸引了亚洲的大量的企业 去他那边投资 所以是墨西哥 他对美的贸易突然暴涨 应该是这样理解 而不是说美国贸易战脱钩成功了 你如果这样讲 那韩国台湾也大量的去 加拿大比较特殊 因为他开始恢复了一些能源的贸易 主要是看墨西哥 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数字还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我很难想象去年 中国跟美国贸易有6900亿 那如果照目前这个算法 目前一到五月 他们的贸易额加起来只有差不多2200亿左右 全年下来也许大概就是也是大部分6000亿 可是顺差是大减 顺差大概只剩下200到2400亿左右 那就比去年要少掉1000多亿 那如果这个是成为趋势 那当然就是贸易上的脱钩发生了一些影响 就是中国企业很多都跑到墨西哥去了 或者是跑到东南亚去了 所以有人就说变成习惨地了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虽然最近这个两大强国包含了中国跟美国 他们有恢复了一些交流跟互动 但其实外界普遍还是认为说 这两大强国依旧是一直缺乏共识 所以近期在很多这个国际场合上 依旧是相互呛瞎的 我们来看一下北约最近才刚刚落幕 但是由于北约的公报当中 直接就点名了中国大陆 而且说他是胁迫 好 我们来看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就严厉驳斥日前北约峰会的公报是污蔑抹黑 他说中国有六部 那你北约可以做到吗 中国关于核武器的承诺 你北约敢承诺吗 中国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 对任何侵犯中国主权还有领土完整的行为 中国将会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 好 这六部分别是不侵略别国 不搞代理人战争 不在全球展开军事行动 不以武力威胁他国 不输出意识形态 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好 但是呢 与此同时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场景出现了 那么就是呢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他应约会见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 好 他们两个人是在五角大厦来会谈 好 因此呢 大家就说什么是应约会见啊 这代表呢 这次会面是美方主动联系的 好 但是呢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又说 美中可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武装对抗 这个部分是美方应该时刻做好准备的事情 好 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这个严老师哦 你怎么样看 我觉得这个北约峰会的公报啊 那我们台湾把这个北约峰会 好像讲到对多关心台湾哦 对不起哦 整个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公报里头没有提到台湾 没有提到台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勉强提到台湾 然后路透社有报道 大肆报道了是北约的成员国 跟瑞典的一个谈话的事实 像这个Stolenberg里头 他有提到一些一次而已 就一个字一次提到台湾 所以我一直认为大陆干嘛反应这么激烈 因为你没有 北约没有碰到你的那个 这个我们讲说红线嘛 台湾是它是重中之重嘛 那北约连提都不提 然后也没提到台湾海峡也没提 南海也没有提 然后也没提到 那个大陆对区域的军事威胁也没有提 就是他提的都是科技方面的 这种间谍的问题 情报的问题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大陆 当然就是不需要那么强的回应 可是他现在提的东西 也就是去戳这个美国的问题 就是北约我刚刚先讲一下 北约为什么也不 就是刚才提到 就是像东京希望说 大家说会不会成立一个办事 这个联络处等等 都没有嘛 就表示说北约其实根本不希望 亚太这四个国家 成为北约的成员国 因为这四个国家很有可能 包括美国 今天要是今天 今天真的为了台湾出兵的话 然后跟大陆发生冲突 变成北约全部的国家都要加入 北约不想嘛 所以这个是北约你看 即使这个在谈话的时候 大家好像报道 外面报道很多 但是我们以公报为准 因为这数字文字 公报上面非常淡 但是大陆还是不满 因为用了一个 coercive diplomacy 就是自己嘛